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大陆新闻 内部消息,中国仿佛是随时爆炸的高压锅 近日,法新社前中央编辑部主任皮埃尔·安托万 堂内接触采访到一位熟悉中共政局的女士后 在法国《重点周刊》撰文披露了中国各项内部情况 并揭示,中国仿佛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高压锅 据法广2月27日报道 堂内问,刚刚开始的慕龙年是中国面临的所有危险之一吗? 他接着指出,龙在亚洲被认为是12生肖中最幸运的动物 但他也可能宣布意想不到的危机,战争,政变,甚至极端暴力 随着中共党魁习近平精心策划的兼臂青野行动不断增多 这场危机正在加剧 他独自行使权力导致犯下错误 其中一些是严重的,以至于引起民众的怀疑 一位能够接触到中共统治圈子的消息人士告诉堂内 形势危急,每个人都感到害怕,不再被信任 金融危机导致北京之外的省市 五分之一的公务员领不得到薪资 在北京没有问题,以温州为例,问题很严重 四川情况更糟 公立医院的情况也很严重 医生的工资很低,因为地方政府负债累累没钱了 在上海,一些医生每月的收入约为120欧元 这是一个荒谬且不值得的数字 从副部长到各级高级领导的子女 要么已经离开中国,要么正准备离开中国 许多高官的子女,及红二代家族的王子公主 已经失去了信心 那些拥有大量资金的人不再将其存入银行 因为他们对银行也失去了信心 消息人士强调说 没有人知道事态会朝哪个方向发展 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因为我们在街道清扫工、出租车司机 以及权力最高层中都看到了这种现象 这种沮丧至少是30年来从未有过的 他说,针对习近平的批评比比皆是 我听到一些高级财政官员说 有必要宣布国家破产 目前实际GDP增速低于3% 与2023年官方数字5.2%相去甚远 实际上已经回到了20世纪60年代文革时代的水平 人们清楚地知道当局隐瞒真相并撒谎 他们在观看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皇帝 独自行使权力的一出戏 这种情况是毛泽东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 习近平已经失去了现实感 他周围都是追随者 他们奉承他,并向他隐瞒真相 这出戏让人想起毛泽东感到全力从他身边溜走的那一刻 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他认为,中国没有人想要暴力 即使人民失去了希望 即使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即将爆炸的高压锅 他们也不想发生暴力 至于习近平的未来,谁知道呢? 中国不可能长期处于这种状态 我们正在目睹权力队伍中一次又一次的清洗行动 所以人们等待着 人们普遍的感觉是 迫切需要回归中华民族身份的根源 其古老的传统已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破坏 他说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空洞的房地产项目 不惜一切代价争夺金钱 损害社会 普遍自私 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而统治 教育已支离破碎 只有私校机构的教育仍然可信 并受到那些有经济能力的人的追逐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